大家好 这段是要跟大家说明 荧幕 无讯号 胚屏 检查看看 是不是独立显示卡 没插好 接触不良 图文的教学网址 贴在YouTube的注解这边 等一下就到这个图文说明页面 我遇到的状况是 把那个 独显拆下来 更换 扭扣电池 再把独显插回去 就是独立显示卡装回去 那结果时有时无 荧幕会整个黑屏 比如说玩游戏 玩那个英雄联盟 或者是其他的游戏 会一下子黑屏 然后一下子又正常 不然 就是 荧幕中间 会出现 无讯号 像这样子 扭扣电池的更换教学 请参考一下这一篇 那我判断是 讯号线没有接好 荧幕的讯号线就是没接好 讯号 传输不良 所以说 我后来将显示卡 的讯号线拆下 再插上 这个 然后又把荧幕的 讯号线 拆下插上 那接下来是 关闭电源 那在上一篇的 更换 扭扣电池底部的 YouTube视频内 有说过 电脑机壳 内部拆装 那 必须关闭电源 避免零件 烧光 避免 你的那个 各个组件 烧掉 就是这个地方 把它切掉 整个那个 主机板 都是没有通电的 状况下 在做 电脑机壳内部拆装 那这个 接下来就是 讯号线拆下插上 那我个人是测试了两天左右 还是不行 还是有 那个出现 无讯号 及黑屏 没有解决 那判断应该是 显示卡 没插好 接触不了 那因为独立显示卡 不太好插上 所以说我将 那个薄薄的这个 弹片 拆下 然后将后档板 这个 拆掉 那这个薄薄的弹片 我有去查一下 资料 他有 他的用途 屏蔽接地 弹片 他是这个用途 但是我是觉得 看不太出来 那个效果 实际上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反正他 就是挡到那个 就感觉不太好插 那个独立显示卡 所以说我把这两个也拆了 拆了之后 装上 拆下 装上后来就OK 没问题了 我测试了好几天都没问题 那这个是参考下 GTX1050Ti 那显示卡的金手指很多 电脑要平放 然后 垂直90度 插下去 才不会歪掉 才不会没插好 自己 电脑拆装DIY没用好 多多少少会有焦虑感 不知所措 这个时候不用惊慌 大部分的情况是 接触不良 没有装好 没有过电 拆下来 再插回去 应该就可以 接触不良是很常见的事情 自己电脑拆装DIY 中间会遇到许许多的问题 那这 不是坏事 反而是好事 因为可以学习 很多东西 还有搜索 资料 累积经验 那口 手套跟口罩这部分 我在前两篇已经说过 都说了蛮久 的 大家去参考这里面的视频 那这边还是跟大家讲 电脑机壳内部拆装 建议 戴口罩 建议戴手套 避免水汽 或者是手上的 那个 污垢 避免口水 弄到那个主机板上面 造成日后生锈短路 然后你找不到任何原因 就故障 那就要换主机板 是这样子 要戴口罩 要戴手套 好那这段的说明就到这里 YouTube视频下方 大家可以点击 订阅按钮 订阅下 这个频道 点击 显示完整资讯 里面有个 斗内赞助连结 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连结 斗内资金给我 赞助资金给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耐心收看 此段视频 就这样子 感谢您的支持 谢谢大家